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从计算阶段进入到感知阶段 好未来我们认为是国内第一家把老科学和教育结合起的教育公司 脑科学肯定要做到脑这个层面上 前面都是认知或者是心灵学 脑科学今后几年的发展会更加重视神经教育学或者教育神经学 一块是人脑推理的认知神经机制 还有大块是帮助脑部件的内容 就尝试用这样的脑子接口或者这种交互的技术来探索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互的一种模式 一种规律 不管从这种应用还是从我们这种投入上来说 以及我们这个人的认知和这种对教育的热情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国家非常重视 文工资能已经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职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资源来 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机会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人工资能有很好的力量 包括好未来做了很多非常好的工作 我们认为教育的变革 本身就应该总在产业变革的前面 我希望各位同仁 各位同好和学生的人才 和我们一起加入到这场变革的训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